这是你的负面情绪 它的任务是给你一点小小的鞭策 帮你应对风险 让你迎难而上 而一旦负面情绪的力量过于大 直到超出你的掌控 就容易反过来 成为攻击你的力气 情绪低落第一天 当负面情绪渐渐突破极限 大脑的情绪部门不能坐以待毙 它要让你把情绪都发泄出来 立线 马上开启情绪释放程序 神经末梢释放出隐线胆碱 刺激内线的分泌细胞 它开始放水泄红 瞬间你鼻子一酸 眼泪哗的一下流了下来 哭泣让心跳减慢 让一切都放松下来 真是一次酣畅淋漓的行动呢 但别人的不理解又让你陷入内耗 咋了 你怎么突然哭了 太爱哭了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 真矫情 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压抑的负面情绪 就这样在你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情绪低落一个月后 这段时间你发现 咋感觉老是胃胀期啊 还老是放屁 这是因为焦虑情绪 通过大脑与消化系统相连的脑长轴 攻击了胃部 导致胃肠态等激素分泌异常 消化功能被狠狠限制了 而且长期的负面情绪 也会让消化系统攻血不足 糟了 胃粘膜的粘液层分泌过少 更糟的是 胃酸和胃蛋白没过多 坏了 咱们要被酸死了 过多的胃酸不仅会损伤胃粘膜 还会反酸 但你以为是饮食习惯导致的 是不是最近吃得太油腻了呀 虽然意识到了负面情绪的威力 但你仍陷在情绪的深渊里 压力越来越大 你的心情也并没有好转 情绪低落三个月后 你总是反反复复地长口腔溃疡 你的免疫系统也暴露出毛病了 身体里大量的应激激素 对免疫细胞来说可不是什么善类 应激激素擅长搞偷袭 它和T细胞和NK细胞上的受体结合 削弱这些免疫精英们的杀伤力 免疫部队要沦陷了 而驻扎在皮肤的肥大细胞 也会被应激激素激活 啊 一定是有敌军啊 它释放出各种炎症介质 于是你的皮肤黏膜的屏障功能减弱了 还没结束 负面情绪甚至可以篡改各种免疫细胞的基因 这不仅会让免疫系统更难挡住敌军 还会让你在感染后更难恢复 情绪低落半年后 你的皮肤最近总是起红疹 在你的皮肤里 交感神经被不良情绪激活了 它非常霸道地逼迫皮肤里的卑微打工人 释放过多的神经地质 神经态 这些物质对保安 肥大细胞来说不那么友好 啊 这就是真敌军啊 它们刺激着肥大细胞 直到肥大细胞的裂开 释放出阻岸 五腔色岸等过敏分子 不仅导致人体出现疼痛的症状 还会刺激皮肤出现丘疹 红疹等不良反应 这就是情绪性过敏 长期任由情绪泛滥 且没有及时排解 还会给你带来失眠 慢性疲劳 肥胖症和抑郁症 负面情绪一步步攻击你的身体